另外在政治焦点方面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今天上午搭乘10点10分的长荣班机 出发前往上海 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登陆之旅 其中重头戏朱席会 也会触及亚投行 还有RCEP等各种议题 不过今天早上台联成员也追到机场来抗议 他们痛批朱立伦卖台 并且不断质疑朱立伦此行的正当性 桃圆机场一早就不平静 台联青年军在航夏大厅高声抗议 痛批朱立伦到大陆施脉台 朱立伦不受影响 身穿西装看起来一派轻松 这是他第一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登陆 能谈出什么成果外界都在看 这次很务实的针对三中一清的问题 而基于我们青年人希望未来 能够从两岸交流当中 能够在成果的分享上面 获得更多的鼓励跟支持 而众头戏朱席会4号登场 出发嫌已将总统马英九报告 具体细节马总统给了建议 谈话内容确定不会谈到两岸和平协议 但会触及经济发展相关的亚投行 还有RCEP议题 只是这样的会面 在野党也冷凤 国民党只剩下两岸牌 这个政府执政七年了 没有政绩牌 也没有青年牌 好像只剩下两岸牌 而且这个两岸牌 还有一些脱离人民的期待 动辄用抹红 扣帽子 可以有国动关系 当然也可以有民共关系 只是我们也要很好奇的问 为什么缺了那一块 事务官居然是跟着新北市长 去参加这个活动 面对质疑声浪不断 朱立伦则三天两夜的登陆之旅 首日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 和大陆全国政协主席于震生晚宴 三号出席国共论坛开幕式 压轴式下周一登场的朱席会 希望替国民党还有自己的政治 能量再加分 有点TV正超文林伟旭朱旗渔综合报导